希伯来书第六章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是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蔬 合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吉林 必被废弃 禁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随时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怀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四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 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 并且以启示为实局 了结各样的争论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 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为正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途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 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 做先锋的耶稣 即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祀 就为我们进入漫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